第35题 甲原子种类以原子质量 丙原子排列方式 丁原子种数 根据道尔吞的原子说 以上各项在物质发生化学变化时 哪几项不会改变 我们晓得道尔吞原子说告诉我们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发生化学变化的时候 原子的排列方式会变化 所以丙是会变的 我们不选 而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甲是种类不变是对的 然后数目都不变 每个数目都不变 所以总数当然也不会变 所以丁也是不会变的 而道尔吞的原子说又告诉我们说 相同的原子有相同的质量 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质量 所以同样的原子质量都是一样 不会改变的 所以原子质量也不会变 所以我们就知道甲乙丁不会变 所以第35题问我们说 各项在发生物质变化时 哪几项不变 我们答案选A甲乙丁 原子的种类不变 质量不变 跟种数也不会变 所以我们就知道甲乙丁的质量不变 所以我们就知道甲乙丁的质量不变